这盘棋是软件平分高达95分的神举 招发精妙引人入胜 他来自16年的财神碑 是红方的是特级大师孟臣 是黑方的是许仙许云川 这盘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咱们且看龙征 虎道 这盘精彩的对局是由孟特赤红仙走 以当头炮开局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去 此时红方并没选择常见的局一平二 而走了一步足三进一 我先挑一个再说吧 许仙一看 你不出局是不是 干脆你还别出了 我先把局亮出来 红方鼓励叫正马 黑方也是针锋相对 拱足至马 红方走的也是很积极 浸泡过河 形成了五八炮的经典布局 黑方再跳屏风马 当前盘面业余爱好者也经常可以走得到 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 看见这有一个足挺好吃的 我打过来顺便瞄着你的底相 何乐而不为 当红方把炮打过来以后 黑方向其进步 捕后自己的中路 那么红方出局 这两步棋操操看起来是红方占便宜了 但是黑方却有了反击手段 选择一步出局 问题可交给了红方 现在如果该黑方走齐了 他一定会选择浸泡过河 这可是铁三角的封锁 红方根本就受不了 所以说现在红方当务之急 一定要把铁给抬起来 比如说现在红方抬一步巡河铁 那么黑方一定会选择平炮对局 自己的铁舍不得闪开 如果自己的铁闪开 人家的铁可就过来了 自己的马很显然是一个弱马 没办法 现在只能把铁对掉 那么黑方踩回来以后 咱们再来盘点一下盘面 黑方以一个足的代价 换得自己的铁先露了出来 肯定是黑方非常的满意 咱们回到比赛的现场 红方是特级大师 怎么可能犯这种失误呢 所以平炮压了 黑方顺道把自己的铁给出来 那么红方再出局 问题可就来了 说这两部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没有 其实现在区别就出现了 黑方是没有进炮 强行封锁红方的权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别忘了自己的底下可挨着打呢 现在红方很从容 可以直接选择炮击底下的将军 黑方你不离可不行 比如说你选择一部捕事 我顺便又扫掉你一个足 那你根本就受不了 所以黑方只能把炮给吃掉 红方再把炮给吃 此时咱们再来看一眼盘面 刚才黑方的局已经出来了 而现在瘪进去了 而黑方还白白丢掉自己一个大鼻子 所以说当前盘面对黑方一定是不利的 当时许仙一琢磨 我现在这个炮是一个假根 你闲得没事 真敲我的大鼻子 所以说现在黑方当务之急 赶紧把炮提起来 给炮生一个根再说吧 红方不依不饶 再把炮打过来 问题还是在黑方这里 如果黑方你想走得老实一些 完全可以选择进炮再次封军 但是许仙一琢磨 我的炮跟中间顿了一步骑 啥事都没干呀 我再进炮封军 那不是妥妥的重复步吗 所以不如向其进步 捕后自己的中路 率先脱补变招了 红方赶紧把局拉起来吧 你不封军 干脆你还别封了 黑方再退炮 这步退炮是暗仓杀机的好奇 以后准备平炮打局 或者把炮摆在自己的三路线 瞄着你的七路线 也是非常的惬意 红方拉横局 那么黑方也走巡河局 此时此刻 红方可千万别乱走 比如说 现在有惯性思维 先把局给出来 到底好不好呢 可就别怪黑方下手了 平炮打局 你红方把局闪开以后 黑方继续上马 此时咱们就会发现一件 非常尴尬的问题 说你这个局出来了吧 确实也出来了 说你没出吧 跟没出也差不多 没有任何的点可以放啊 以后还得面临着黑方平炮打局 或者摆三路线的威胁 所以当前盘面一定是黑方非常的满意 当时在现场 红方是有如神助啊 直接上了一脚合风马 一招两用的好奇 首先给自己的一路局腾开了更多的道路 同时还避免了你黑方平炮打局的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现在黑方平炮打局 你可把自己的局给堵住了 我红方很从容把局闪开就行了 你也跳不了河风马了 我的马跟着蹲坑呢 直接就给你换了 所以说现在黑方这部平炮已经不存在了 不如踏踏实实补一个事了 红方赶紧解决自己阵型的问题 拱兵活动自己的马路 那么黑方撞过来 红方一杀 黑方再选择平炮 把你的局给挡住 红方终于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如果当前盘面 我是拿的黑方 想都不用想了 直接选择炮击编冰 什么意思呢 以后我退炮可以猴拉马 我进炮再沉去 那也挺厉害的呀 但是细细一想 这个事好像不行 红方往前一撞冰 那么黑方把军跑一步 表面上看来 还是有猴拉马的手段 但是红方退了一脚窝心马 咱们就会发现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仅看入了底下 以后还有上马踩军 或者进军对军的手段 也就是说 这个兵白让人家过去了 当前盘面 黑方并不满意呀 当时在现场 许仙稳了稳心神 对面毕竟是一位特级大师 干脆抬一步巡河局 稳住自己的阵线 可千万别贸然进攻 希望跟你红方形成河口线对峙 此时此刻 红方走出了本局的神之一手 直接兵三进一 这个兵往前一冲 有如一把尖刀 直接捅向了黑方的心脏 现在没办法 你黑方必须得把兵给吃掉 所以当黑方把兵一吃 红方杀上来 黑方飞了一步高向 咱们此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红方的双马非常的活跃 没人管得了了 现在红方上了一脚马 问题还是在黑方这里 如果红方以后把局闪开 这边不仅踩着局 而且还杀着炮呢 所以说现在必须得给自己的黑炮 升一个根 那怎么升根比较合适呢 正确的走法是应该赶紧收回高向 这会儿就什么意思呢 如果红方你上马踩马 我可以把马退回来就可以了 你继续上马铺仓 我也不怕呀 以后你沃曹将军 我可以把马给填上 所以说这么走 严防死守 暂时还是没有问题 但是非常可惜 现场黑方并没这么选择 当时在现场 黑方的时间不多了 眼看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情急之下 黑方飞了一步 向三进五 这步骑一飞 就给了红方一似战机 红方上马 先手踩马 问题交给了黑方 你这个马现在不能往回走了 如果现在选择一脚退马 那么红方上马 一招三用的好奇 这边不仅踩着局 而且还杀着炮呢 红方以后沃曹将军 这边可没法办了呀 所以千万不能让红方 把这脚马跳进去 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炮击底下李将军 那么红方杀回来 黑方再把马一吃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换体 你把我的马吃着 我把你的马吃着 不就可以了吧 此时红方上了一脚马 问题还是在黑方这里 双马都丢着 实在是没办法 肯定丢子了 平一步炮再说吧 这步平炮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你把我的炮吃着 留住我自己的马 比如说 现在红方强行把黑马一踩 这步骑肯定是不行 黑方把炮一打 那么红方再把马一杀 黑方炮击底下李将军 就会发现自己的红马白丢了 那么你红方一捕士 再把马一敲 这个骑红方还赢个垂垂 所以这么走肯定不行 当时在现场 孟特非常的高兴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挑食 你让我吃啥 我吃啥 所以现在直接把炮一敲 当你黑方把我的马一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 再把你的马一吃 此时咱们看一眼盘面 很显然红方多了一个大子 许先也是非常的着急 赶紧进居过来吃兵吧 能求得一盘和气 那也是好的呀 红方把居拉回来 那么黑方马踩鞭兵 捞得一个实惠 此时红方选择了一部平炮 意图很明显 准备以后 陈炮将军 那你的忠项可就不保了 黑方赶紧出老件 那么红方再捕事 黑方再退一脚马 此时此刻 红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决定弃掉自己的中兵 选择了一部禁军 那黑方没得说 你给我吃 我肯定得给你吃掉 红方陈炮乙将军 黑方上老件 继续平居乙将军 先把你的事项打散了再说 黑方补了一个事 再平居坐马 打了一个顿挫 此时此刻 问题交给了黑方 你现在退马肯定是不合适 红方把炮闪开 这拘役将军可就是绝杀了 黑方实在没办法 只能选择落下 那么红方将一军下老件 再将一军上老件 把事项可全都给拆了 这么走肯定不行 当前叛变 许贤也是没办法 自己的马退不回去 干脆平居咱俩对桌 红方此时选择了一部进炮 一招两用的好奇 首先看住了自己的底炮 同时给自己的二路居 腾开了更多的空间 你现在这个马就更跑不了了 直接一点将死骑了 所以没办法 尽老件捉下你的炮再说 红方把炮闪开 现在这个马还是闪不开 一点将还是死骑 实在是没办法了 先把像落回去再说 那么红方很从容 直接把事一敲 终于这个马能回来了 此时红方选择了一部平炮 还准备敲你的像 黑方自然不乐意 出来一部老件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敲我一个像 我臣第一将军 吃你一个事也行啊 红方照了一将 滴水不漏 黑方尽老件再继续把像一敲 黑方补了一个像 先手捉一下你的炮 那么红方进了一部炮 压住你黑马的同时 还瞄着你的鞭足呢 黑方终于受不了了 平军过来捉一下你的炮 你红方把我的鞭足一打 我再继续杀过去 捞得一个先手 现在红方把鞭往前一进 问题又留给了黑方 你这个中族到底还要还是不要了 如果现在把中族往前一冲 那么红方平鞭压马 这个马永世不得超生啊 以后还服有平炮打鞭的手段 所以走成当前盼面 红方必胜无疑 当时在现场 黑方的心里肯定不舒服 哪有你这么欺负人呢呀 不如我上一脚马 跟你殊死一搏 看看有没有对攻的机会 红方炮击中族一将军 那么黑方出了架 这边蹬着军呢 必须得管 所以红方点了一将 黑方下了架 再把炮平开 是不依不饶啊 以后准备二五家军炮 直接绝杀了 黑方也是没办法 只能把鞠平过来防守一步 那么红方陈炮一将军 黑方一电鞠 再把炮拉回来一将军 现在这个鞠肯定不能吃炮啊 人家直接陈鞠一将军 就把鞠给抽了 没办法 只能把鞠闪开 那么红方退鞠 再继续先手捉马 黑方上给脚马 红方平炮一将军 如果现在黑方选择把势落回来 那么红方一战中鞠 自己的势下肯定被拉住了 不如进来一步老劲吧 红方平立一步中鞠 是不宜不饶啊 继续杀你的中相 黑方上老劲 那么红方平中胖 即兴致死 黑方投资认赋 咱们来看一眼 黑方为什么要认输呢 盘面上黑方是净少一个大子啊 而且这边带着抽象的 也就是说 自己的中相不保了 不如认输就认输了吧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希望您给我点击关注 以后您就可以看到我更多的视频了 非常感谢您